玉田等两队守望相助队 中正中队 画面上是由基隆民房总队守望相助大队江世良大队长 陪同市长谢果良进行教育仪式 全市的守望相助大队成员士气高昂 精神饱满地接受市长教育 同时也展现出基隆邻里之间浓浓的人情味 用行动来为家乡的治安而努力 今天在不畏天气的情况下 跟大家一起来举办今天的守望相助队的一个观摩会 非常感谢各位选手队员好伙伴 过去长久这段时间 对于李林治安的贡献 以预防犯罪为目的 我想这一阵子以来大家的辛苦 其实都是市民朋友都看得见 我们守望相助队一直是我们地方 治安一股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协助我们地方的治安维护 让肖小不敢靠近 不遗余力 所以我想今天非常的荣幸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 这一次担任演练状况的是安乐区 负责的守望相助安乐中队长郑林清良表示 他们演练的状况都是区里经常遇到的问题 非常实用 我原来今天我们守望相助队 他们在平常的时候所遇到的情形 所以他们今天就演练他们各队所遇到的情况 像五福里 因为它是产业道路上面 有布道窃盗罪 所以说这些选手队如何的来寻拿这些犯罪人 然后三民里所表演的是精神病患 家中有精神病患的 你里面有精神病患的时候 他们会受到很多的困扰 守望相助队碰到的时候 都互相的协助他们 然后报警来通知 然后还有一对就是各队的 大家所表演的状况都非常的精彩 都是他本身在你里面所遇到的状况来演练出来 基隆市警局方面透过这个场合 也提醒所有的社区民众 一定要提高警觉 不要贪一时的小便宜 被假讯息诈骗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